女性患妇科病多与男性有关系,恭敬米拉多是性生活不卫生引起的,因此女性要注意性生活的卫生,并且要控制性生活的频率。 频繁过度的性生活容易诱发妇科病,夫妻生活不卫生,容易诱发慢性恭敬炎,那么,哪些妇科病和男人脱不了关系? 三种妇科病和男人脱不了关系 一、恭敬米拉 恭敬米拉多数不注意性生活卫生引起的,频繁的性生活也会导致恭敬米拉发病,因此女性要注意性生活的卫生,避免频繁过度的性生活。 并且要避免不绝的性行为,性伴侣过多容易导致恭敬米拉发病。 二、慢性恭敬炎 慢性恭敬炎主要是性生活引起的,不讲究性生活的卫生,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损伤,会严重影响女性生殖道的健康,因此很容易导致病菌感染,会增加女性患恭敬炎的几率,因此女性要格外注意性生活卫生。 三、阴道炎 阴道炎是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,阴道炎主要是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,不注意性生活卫生容易诱发阴道炎,平时不注意私处的护理工作,容易诱发阴道炎。 阴道炎患者会出现白带增多的症状,并且还会出现私处异味的现象。 女性如何预防妇科疾病? 一、讲究个人卫生,每天用温水清洗私处部位,并且要勤换洗内裤,尽量选择透气性好的内衣裤。 三十岁以上的女性要做好定期体检工作,每年至少做一次妇科体检,尽早发现或排除宫颈疾病。 三十岁以上的女性更易患妇科疾病,二、锻炼身体均衡饮食,女性要坚持锻炼身体,并且要做好饮食结构的调整。 多吃些新鲜的蔬菜水果,尽量少吃含糖量较高的食物,经常吃甜食容易诱发阴道炎,同时也会导致女性激素分泌紊乱,因此女性平时要少吃高脂肪食物和甜食。 三、良好的卫生习惯,女性要重视性器官的清洁,并且要保持四处的清洁干燥,尽量少使用卫生护垫。 同房时要做好避孕工作,减少意外怀孕的风险。多次做人流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损伤,并且会增加女性患各种妇科病的风险。 哪些妇科病和男人脱不了关系,宫颈弥烂与男性有关,以活女性是宫颈弥烂的高发人群,因此女性要注意性生活的卫生,并且要控制性生活的频率。 频繁的性生活会影响女性健康,容易诱发多种妇科病。 良好的卫生习惯可预防妇科疾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